大家好,大家找子修明,葉部長 請葉部長 羅莉,你好 因為今天大家還是很關心 馬上要上路的國道計程 那我不知道 今天大家都已經 都對於計程車的 收費,包括你們做的那個表 看不懂,什麼提出執行 我搞不清楚 為什麼,你到底交通部你要急什麼 你急什麼,你告訴我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 一定要在12月30號就一定要上路呢 難道你們沒有辦法等到 因為其實我們也 執行過你好多次了 你一些相關的配套 包括計程車收費的那個 那個計程表的那個軟體的設計 改版都還沒有改好 那造成那麼多的困擾 造成那麼多那個,包括高速公路的 那些員工,收費站的員工 那安頓也都還沒有安頓好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告訴我一個理由,為什麼一定要急著 12月30號一定要上路呢 事實上呢,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那麼急呢 你是在為誰呢 報告委員,這個103年要上路這個事情 當然是很早我們在交通委員會有討論過 我們也把這個設定為目標 也公開對外承諾 那另外一個呢,根據我們跟遠通的這個合約呢 這裡面呢 當他系統建置完畢 或什麼樣的情況 不是啊好,那我先打仗 事實上變成我們違約了 好,那我先打仗 那你現在是說 你為了跟遠通的合約 那遠通違約了好幾次啊 那遠通違約我們也 譬如說他有一些違約我們就罰他 那你活了沒有啊 沒有啊 他第一次 他第一次 第一次的時候 應該有45% 你沒有 你還暫緩 還讓他再延一年 有一些當然是透過一個 一個 不是啊 那為什麼 遠通違約你可以通融 那你現在為什麼為了遠通 你說就是你講 我不是為了遠通 國道 國道計程 因為你剛剛你講的嘛 因為你跟遠通的合約嘛 就是因為為了配合遠通 所以他這麼充充麻麻的上路 道遠不是為了要配合遠通 事實上遠通也一再的跟我們談了 是不是能夠延後來實施 可是呢 我認為呢 民間這個BOT 如果就是 我覺得遠通他可能有違約 有怎麼樣 我們有處罰他 他不願意特別的去遵守 我們也一定會強制的去執行 可是我們政府當然不能夠帶頭去違約啊 我們政府能夠做的 一定要盡量的去合約 不是 政府不能帶頭違約 可是政府可以帶頭護航 我們 我們絕對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要一再的在這邊強調呢 我們對遠通 事實上 不會有任何所謂護航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從一開始 他的使用力45 50 65 70 沒有一次達成 你們還不是一次護航 你說好 我現在最大罰款 罰了4億多 他現在在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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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遠通 那核業的關係 所以你就急著一定要上路 所以你碰到遠通 你本來就軟趴趴的吧 再來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國造基層收費 上路以後 有哪幾種護衛方式 一共有三種嘛 是透過e-tech 或者是你事先可以在網路上先預約付費 或者是呢 你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動作呢 上路以後呢 經過那個 好就是三種嘛 對 可是遠通只有宣傳一種 另外那兩種都沒有宣傳 也就是說 我們也可以不用加e-tech 像我都不要去加啦 我就不用去 我就不想去貼啦 有個儲值的利息要給遠通賺喔 我不甘心啦 而且我一年嘛 算不到一次啊 所以一次兩次啊 所以我就不用去貼啦 那 你今天我請教你 那這三種裡面 要講手續費的有哪幾種 我要劃寬的是有哪幾種 這我們是不是請副局長來說明 是 跟委員報告齁 三種其實如果你在帳戶裡 餘兒裡面不組事後 追補腳的話 不是啊 他沒有說e-tech 那帳戶有餘兒呢 對 那一部分就是 我們還是會用通資的方式 那e-tech如果說你帳戶餘兒不夠 我們還是一樣要通知 通知了以後 你只要去繳 我現在問你啦 到他的直營店 我現在問你去繳的話 要不要繳手續費 到哪裡 你去那三種嘛 對 三種其實都一樣的手續費 就是e-tech e-tech假如你有帳戶有餘兒 你沒有手續費的問題嘛 那假如我不裝e-tech 我去交 我要不要繳手續費 如果你透過他的直營中心 他的服務中心的話 沒有手續費 那假如我到其他的地方去交呢 對到招商的部分有五元的 由超商收去的 他那個事務機的手續費 那為什麼要手續費呢 那個是超商 假如我30 我假如我跑30公里 好你20公里免費 那30公里的話 我20公里免費 我10公里 那我1.2 我繳12塊的話 我還去繳5塊錢的手續費啊 我們大概 大家可以使用 就是我們每半個月會通知一次 那半個月一次 我先問你 你不要答為什麼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找手續費呢 在我收錢 我為什麼要找手續費呢 拿到這個手續費 不能再延東 也要延東收了啊 延東一公里可以收多少錢啊 為什麼手續費 一定要手續費 你就說懲罰 懲罰不用的人嘛 那個是超商通路收走 這不是超商通路 因為我一定要先去儲職嘛 那期待我不儲職的話 我就 我再去繳話 我就要被收 被收那個手續費吧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手續費 如果e-tag的客戶 他不是要儲職 他事後自己去補繳 也一樣要手續費啊 不是啊 我不知道 那為什麼要找手續費嘛 我是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跟延東研究 是把那手續費叫延東那個 這個就跟委員報告 這就是 延東目前直營店是不要手續費嘛 那現在那是通路商 就是超商 延東的執行店 延東的執行店有幾家 那延東的執行店不夠 這是我們 我覺得確實有手不足 我們會加強 要求呢 遠通呢 想辦法 而且遠通的執行店 都在高速公路上面 那我想我們也來繼續的來協調好不好 這些呢 這些的確呢 有一些地方 我們會來再盡量的努力呢 讓我們的消費者呢 能夠獲得更好的保障 不是 真的齁 你想想想看 遠通的執行店啊 都在哪裡 都在高速公路上面 他真的整個市區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第一個 你造成不方便 你強迫大家一定要去裝一定的吧 他們 我的了解就是 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會叫遠通繼續的來加強他的執行店 繼承之後呢 他會有120個執行店呢 而且很多是在地方 不是在高速公路上的 120個執行店的話 那大部分的婚部在哪裡 那一些南部鄉下的呢 120個執行店多嗎 對不對 你120個多嗎 我想說 你應該要去跟 你說好到超商去的話 是不是手續會應該調降 那是不是要遠通吸收 這才是你們應該要去努力的方向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委員已經說明過了嘛 我們來繼續的努力嘛 那當然就像剛剛委員說的呢 你很可能只要交個三塊錢 四塊錢 那結果呢 你的手續費五塊錢 聽起來也很不成比例嘛 那另外呢 那個三塊四塊遠通 裡面呢 事實上收的錢還沒有那麼多了 還只是在其中的3%左右 然後你又要他吸收五塊錢的手續費 這好像也說不過去嘛 所以這裡面呢 我們覺得呢 最好的方式呢 我覺得還是呢 用路人盡可能去裝儀態可能 以減少這一些麻煩嘛 對不對 好 那再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要審這個 那個觀光賭場的管理條例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有很多 反對人很多 就因為大家對於你交通部的管理啊 管理的能力啊 產生質疑 你看看你們自己訂了這個條文 你們行政院版本 你都不敢 不敢很明顯想說 我到底 到底這個賭場 要由誰來管 你們講說 哎呀本條例是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那觀光賭場監督管理事務 除本條例 另有規定外 交由交通部指定的專責機關辦理 那現在請問你 你現在設定你的專責機關是誰 這個我是不是請我們的那個督導這個案子的常務次長陳次長來說明 各位報告 原來的 原來的討論裡頭是以後要交由觀光署來做處理 但是因為現在那麼院裡頭主改這邊還沒通過 所以在處理上這邊不方便把它寫得很清楚 但是可以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現有的立法體力裡頭像商標法中央那個商標法或專立法裡頭都是同樣的設計方式 那麼未來當然我們是希望採用所謂的新加坡的模式 用專責機關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你專責機關的話你到底要像比如說好 它牽涉範圍很廣嘛 你有金融的這一塊 你有那個治安的這一塊 甚至你有很多的將來 它將來的那個條例很複雜 包括你怎麼防止洗錢 你怎麼防止那個用稅收的問題 很多很多的這樣的複雜 那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你們今天的說明報告裡面 其實坦白講我看不出那個大法相關 你將來你是不是說 以前有公務警察 那現在是不是有那個什麼博弈警察 是不是 還是說你將來你的金融 關於金融這一塊 不要看外匯的部務你怎麼去管理外匯什麼 我其實都看不到耶 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條例裡頭都有做設計 那麼第一個賭場裡頭 24小時都有所謂的調查人員在現場 另外在整個規範裡頭 那麼裡頭 不是啊 你有設計 我知道那條是死的嘛 那整個的那個運作是活的嘛 對 你應該是怎麼去運作怎麼去那個 根本都在你的整套的配套裡面 你看不出來嘛 包括那麼稅喔 我跟你講 我之前你們真的很笨 我們今天開設賭場的目的 主要是什麼 當然能夠建設地方的繁榮 增加就業機會 最起碼就是說 政府的稅收 一定要有嘛 那你看看我們台灣對的營業稅 對於營業稅裡面 好 你說是所謂的中央 你這部廠中央的特許稅 營業稅的話 對於那些酒店 有你市賠酒的 那扣百分之25耶 那扣百分之25 以前是說 本國的百分之25 那你針對那些賭場 其實他所牽涉的東西 也更廣喔 更那個喔 對不對 那你做一個7 跟對地方稅7 其實這個可以加重的耶 你新加坡 新加坡啊 或澳門 他們靠什麼 他們只有靠這個就可以那個 那你為什麼要設計成為 這麼這麼 這麼低呢 跟委員包括 其實我們的稅費啊 已經 已經到15到17 那如果再加營業數月 所得稅17的話 已經有32到34 那新加坡呢 其實 42到22 那麼再加17 也跟我們差不多 那最主要是我們設在里島 跟委員包括我們是設在里島 那里島呢 一般的投資者 他有很多公共服務設施 他要投入進去 所以他還要發揮一筆錢 再上投 哪個不花費錢 哪個投資不花費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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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回歸設施 我跟你講 你應該 比如說你本國外國人你要分 你應該從外國人來我們這賭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優惠 就是說外人 就是一些稅利的優惠 那對本國人來講的話 你可以採取送稅 來把房子嘛 那你越有錢的人 你要來賭的話 你可以那個嘛 你為什麼不從這樣一個稅制的設計 因為大家所擔心的 我跟你講 包括像我們賴斯法委員他反對啦 也是有很多宗教團體反對 理由說 這個會帶動一個很不良的一個風氣出來 那不良風氣的話 那你唯一能夠去餓死他的話 就是你用很刀額的稅制去處理他 你說你本國人 你本國人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一個弄成說 中央特殊25 那你就重稅 那麼來嚴訪他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要不要考慮 考慮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處理呢 立法的目的 我們現在是在推觀光 那麼觀光是國際度假去來帶 這不是你推觀光 因為你政府來推觀光 考量 你要整體去考量嘛 好 我想委員的意見就是 我們在竹條審查的時候 我們當然可以一起來 討論了好不好 謝謝委員